东北的豆制品是非常有名的 又嫩又软 这个是咱家吃不了的 咱们给它放在室外去冻一下 拿个桌子厨去啊 这个叫靠边站非常实用 看看这豆腐又嫩又软颤弯弯的 但是你来东北一句玩笑 你千万不能开 拿块豆腐撞死我吧 那我告诉你 这个真能在东北来实现 不信你明天来看看 把这豆腐切成块 大点块啊 这大豆腐块 这天零下二度度 你觉得你的手行不行 我这属于是什么皮糙肉厚的啊 所以扛冻啊 这豆腐已经切完摆上了啊 明天早上咱们看看它是什么样的 经过了这个一宿 看看咱们家的豆腐 冻成什么样了 昨天又下了一层雪 看看 就是说这豆腐大了 能不能撞死人吧 港港硬啊 看看 这豆豆腐 最后如果要炖点什么雪里红 这菜样 那味道老先令了啊 听他声 你还觉得这个是软豆腐吗 哈哈哈 港港硬了啊 新鲜豆腐你放不住它就会收了 而豆豆腐你直接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随吃随拿特别方便 做新鲜的豆腐口味又改变不一样了 哎呀 放冰箱里啊 咱俩这冰箱啊都要满了 品牌继续招上走 看不够那飘飘的雪花 大火感到温暖 当餐练着家